在台中市南區的牛肉麵店 已经有五十年历史 许多任市长都曾经光顾 也是国民党立委候选人 罗廷伟的家族事业 不过民进党对手江兆国质疑 麵店骑楼长期占用国有地 店面也有占用市府规划的 儿童游乐场用地的情况 没有任何房屋登记的资料 就是因为它一开始 就是一个占用的行为 它并不是一个合法房屋 以简单的我们现在的说法 它其实就是一个违建 江兆国认为台中市政府 在2015年前就完成 儿童游乐场土地征收 也有开辟需求 而罗廷伟2014年就担任当地里长 2018年开始担任市议员 市府是否碍于罗廷伟的关系 迟迟没有开发土地 你现在又要选立法委员 你又称呼卢秀燕市长为干妈 我觉得背后的这种 政治上的一些利益跟关系 这些相关人士都必须出面说清楚 不过罗廷伟强调 店面的建筑1967年就存在 他们是向地主 国有财产署和市政府合法乘租 50几年就存在的一个建商物 所以阿扁在相关的特色令当中 都有特色这个违建的部分 很非常守法的去依规定 合法来承租这块建筑物 来做营业使用 而实际经营灭店的罗廷伟姐姐透露 每次选举都要忍受对手莫名的指控 讲到激动处忍不住落泪 台中市立委第六选区 罗廷伟和江兆国代表蓝绿阵营 实力相当 随着选战逼近 双方在公司领域上 针锋相对 谁也不让谁 我是新华长远吴一哲 徐玉文SNG小组台中报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